請問你的形狀是什麼 即是你覺得 你為什麼形容自己的形狀 即是有些人說 我的人是很圓滑的 我沒有角的 即是有些人會有機會是這樣的 有些人說不是的 我是三角的 有些人說我是六邊形 那你怎麼形容你的形狀是什麼呢? 我覺得是不規則形狀 即是你猜不到 即是不會對稱的 不對稱 他說不規則 即是不會是mirror image 即是不會是mirror image 你明白我說什麼 我明白 我明白 我常常想那些 我正經在說這些 因為有時候我們去分析一個人的時間 或者有時候分析一些問題的時間 也會有很多不同 可能這個是情緒 那個是冷靜 即是有不同的類型 那你自己是不是比較情緒化 或者是飄忽一點呢? 我不情緒化 不過是有點飄忽的 即是我很典型的白羊座 所以會比較三分鐘熱度 而且很跳 不過還有不規則就是 它真的是 很快就喜歡一件事 沉迷 很快就不喜歡 又到下一件事 是嗎? 三分鐘熱度 會啊會的 每篇都是這樣的 像這款 對 對 但我很喜歡試很多新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不規則就是 你沒想到我下一期會喜歡什麼 即是說這次POPROCK 就是新於一個COOFOO嘗試 下一次可能你看到超堂唱 男音都還沒頂 你明白嗎? 都可能會 那真的很厲害 他是男音 如果你覺得自己在愛情當中 你形容一下自己 你是一個怎樣的女朋友 我是一個怎樣的女朋友 什麼形狀的女朋友 很難搞的女朋友 很難搞的 他三分鐘熱度 很難服侍 很難服侍 他以為男生投其所好 他也是喜歡那件事 他配音吉他嘛 他配音吉他嘛 我不要讓你猜到 對 下次他可能未必是這樣的 下次又變成性風 是嗎? 是這樣的 有點像 是不是會這樣的 對 大家想想一下那個男生 剛剛好 擺到絕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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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陪你一起彈 不是 我要買絕技 已經在台上訂爛了 一圈圈主持 阮兆祥祥 駐青 天恩 總有一圈圈中你 你知不知道公眾假期上來宣傳的歌手 是有一個好處的 是 因為我們所有的資訊、新聞、財經 財經 財經沒有了 同一都會停一停 停一停 所以其實是多了時間 跟我們聊天 今天3時35分 就馬上開始了 沒錯 今天我們圈中這位朋友 又送上的新歌 不是你的形狀 我們有超童 Hello 大家好 Hello 超童的Say Nothing之後 就收到這首全新力作 不是你的形狀 Not your shape 之前我們收了一件T-shirt 這件T-shirt真的要說一說 很細心 因應我們不同的身形 給了我們不同的尺寸 我獲得了一件XL 剛剛好就穿了 有一天做完節目 我之後就去做健身 說了那麼久 你是想告訴大家 你有做健身的習慣 好 說完了 我就拿起桌面的衣服 然後穿去做健身 然後拿起的時候 想了一陣子 那件衣服寫著 Not your shape 而我拿去健身室 不是你的形狀 不會太囂張 看你對著誰 不敢穿 穿者無心 看者有意 年輕人 什麼事 你還說我 誒我 但是聽說不是你的形狀 不是這個意思 是來自日劇的靈感 超童是嗎 是啊 其實是一套日劇的情節 就是這樣的 男女主角之間的對話 OK 他們在做他們愛做的事 男生突然跟女生說 你已經不是我的形狀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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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事前說 中途講還是完結了 中途講 就是年紀大了 你已經不再是我的形狀了 你那時候跟我 慘了 我們寫什麼 寫出來 是男生跟女生說 是啊 OK 我漏了一句對白 就是男生就問女生 是不是出軌 蛤 我們有沒有出軌 是啊 那女生就問 為什麼你這樣問啊 那男生就說 因為你已經不是我的形狀 哦 OK 是啊 那個故事的傳遍 又去了另一個故事 是這樣的 OK 但我都不太明白 你都不太明白 我都不太明白 很難談到 我們想一下吧 大家慢慢想一下 不說到這麼多了 哈哈 但這句話你就深深地記住了 是啊 然後就成為了一個靈感去寫這首歌 當然我這首歌就不是講這個情節 但我延伸下去就覺得 為什麼一定是 怎麼說呢 就是兩個人在一起 是不是說 我一定要完全適合你 喜歡的一切的形狀 你才會愛我呢 那 如果你不愛我 是不是我要改變我的形狀呢 那我就寫了這首歌出來 都是來自日劇的靈感 是啊 是不是超童很喜歡日本文化的 都越來越喜歡 為什麼 怎麼可能去到日本 哈哈 哈哈哈哈 一去到日本發現真的正 才開始 有些人不是這樣 有些人反過來 我看日劇 我看其他日本動漫也好 什麼都好 然後喜歡了再去日本 是 其實去了日本 再喜歡她的日劇動漫 是啊 還有最近認識多了朋友 真的很熟悉日本文化 嗯 他們再講解多了之後 就原來是有這麼有趣的 原來那套劇都是他們推介去看的 哈哈 是不是呢 我不記得 可以分享一個你覺得最有趣的日本文化 我最喜歡 哪一部分呢 我很喜歡 我會喜歡涉谷 那種是涉谷的街頭文化 最有趣的是你在街頭做任何事情 那些日本人經過是不會執目 或者他不會覺得你很奇怪 你可以做所有你想做 創意什麼都可以 他們看到你就會開心一起笑 就不會覺得你在做什麼 奇異目光 對沒有奇異目光 他不會覺得你 很接納性包容性很大 對 其實是 你要看到日本人的裝扮 其實穿搭已經是 很多款式 你不會看到有些可能誇張一些 以前有一陣子很流行 那些女孩子 游到臉上是古銅色的 很深色的化妝 然後眼妝也好 很誇張 對 都是超級誇張的 對 甚至或是Cosplay的造型 他們都很接受 走出街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 去投以奇異的目光去看他們 所以接納性很強 對 所以這個是香港未必做到的 對 九龍湖可能會做到 香港未必做到的 哈哈哈哈 即是多元性多些 或者包容性強些 所以你在那邊去旅行 或者穿搭 你都大膽一些 會的 或者試一些不同的風格 會的 而且始終在那邊 上一次在攝谷拍過MV 我們拍完MV之後 其實晚上我們還留在那區 我們做了一些很瘋狂的事 做什麼 我們拿了一條很大的光管 因為我們拍MV的光管 晚上吃完飯 我很興奮 因為拍完了 我們就拿著那條光管 站在十字號 最多人的路口 可以在那裡揮劍 突然幻想自己是孫悟空 是星光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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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揮舞 我們有拍片 自己玩的 但是日本人都看慣了 他們經常有人會在路口拍攝 做一些很奇怪的事 他們都不理你 他們照過馬路 沒錯 你有沒有試過在日本街頭Busking 那些 還沒有 試一下好像之後 之後試一下 期待你 有興趣 因為很多人圍觀 因為他們圍觀得來 跟香港有些不一樣的 他們是很禮貌地去看 完成了整件事之後 他們就一起拍手掌 因為我也試過在東京街頭 這樣看別人的Busking 你有試過Busking在那裡嗎 你有試過Busking在那裡嗎 你很害怕啊 真的不用放心 我聽過人在入東京的街頭Busking 唱《海闊天空》 是嗎 我記得有一次 很厲害 是嗎 是日本人唱的 還是香港人去那邊Busking 是日本人 因為他有點口 他不是純正廣東話這樣唱 OK 下次我都會加一樣東西 加Excel 以為我是日本人 再報應 覺得欣賞 沒錯 很努力 很努力學廣東話 就算你走音也好 他們也一定是很鼓勵的 你唱完之後 好 這次就算同樣的一首 不善這些形狀 就由他自己作曲填詞 是 監製朋友陳肯威 是 第一次跟他合作 是嗎 是 第一次合作 很開心 合作 有些不開心的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 不是不是 說不開心的 沒有 說笑 說笑 聽說是 創了一首歌 放了一首很久 但找不到一個合適的監製 去做這首歌 是嗎 是 其實曲風上面都改變了一點 因為我本身是不認識他 怎麼認識他 我自己PM他 突然PM他 網友 是 是 我就說 我有個音樂項目 你會不會想和我一起合作 是 他很快就很滑 我們約出來見面 嗯 我們見完面之後 聊了一次 之後 其實他都 他很快就已經覺得 嗯 我覺得你的性格 都不適合 做一些太過矯情的事情 嗯 你不如試試玩 pop rock 哦 他提議這個曲風 讓我玩 嗯 然後 他就說 你回去聽一下 你了解一下這個音樂的性質 你覺得你喜歡不喜歡 你先去抗拒 我聽完之後 我就說 我很喜歡 超級喜歡 因為還可以玩結他 即是電結他 其實我是因為這首歌 特地去學電結他 是嗎 是 之前我是彈木結他 是 但其實都應該 即是按那些曲 不會太大分別 是嗎 其實 按曲就沒有分別 但有些 有些電結他會用的技巧 就比較少用 在木結他上 嗯嗯嗯 還有我自己覺得 學完之後 電結他呢 容易彈到木結他 電結他反而 是嗎 我覺得是 因為木結他呢 左手 一按得不太緊的話 就彈那些聲音走出來 是啊 是啊 但電結他你怎麼彈都會有聲音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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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說是不是太過分了 哈哈 全家說的 音樂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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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沒有說錯 是有聲音出 不過那個聲音 不一定 是啊 沒有那麼容易被刷角 不是 因為木結他你按不失 是彈的聲音 是啊 很過分 哈哈 是啊 其實你學木 電結他都很容易上手 其實是嗎 我覺得比想像中容易 嗯 是啊 而且我還要因為彈起木結他 我的老師說 你不要再用那麼大力按 為什麼 因為如果電結他 其實你真的一按一按 那條線就已經有聲音了 如果按得太大力 反而他的聲音會變形 嗯 如果太大力會走音 嗯嗯嗯 那就要適應了 就是你電結他 對 木結他你要按到 一按一按 然後電結他輕輕 點點 舒服 柔和一點 另外fingering 那些手 還有拉那些 按鈕 拉效果 還有彈電結 原來有一件事就是 你要裝得很有型 哈哈 什麼啊 哈哈 為什麼裝得很有型 那一隻 拼頭 你彈的時候 你不可以 好像滑木一樣 你不會這樣 小青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同的音樂當然也有不同的 哈哈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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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難不難呢 你去彈結他 對 有研究了一會 但是我去到 最近有一次臨上台 是真的臨上台 那一秒鐘 其他人就跟我說 你不要好像一棵木一樣 站在上面 動多一點 但是我下一秒 已經要上台唱歌 所以我已經 現在才說 哈哈 不但長頭髮有長頭髮的好處 所以彈結他 你稍微 動一動 然後就很有動感出現 很厲害 但是如果不斷轉頭 你會不會不舒服 有些人是不行的 我可以的 我的頭可以的 哈哈 哈哈 撿個頸椎 沒問題 哈哈 長頭髮很重要 對 祖儀哥 對 整個感覺很遠 在旁邊的時間 死都不剪短 是 所以動感就很出來了 是 你覺得第一次上台彈電結他 給自己的評分是怎樣 我滿意的 是 而且是滿足的 很開心的 做完一個表演之後 很棒 是 第一次上台彈 是 原來很有學問 因為嘴唇不能離開咪 但我的眼睛又要收到結他 所以初初彩排的時候 我不懂 我第一次這樣表演 我經常把頭轉到左邊 想看結他 但嘴唇一離開咪 就會沒有聲音 即是收不到音 然後我那天去演出 就去見我的老師 他就說 你的頭不要再離開咪 我說 那怎樣 我不看結他 他說 你的身可以動 意思是 其實原來我可以轉身 我就不一定會轉身 你明白嗎 意思是 我們平時聽結他是這樣 即是結他在身前打滑 我們要看的話 頭髮會側過來 但我如果把結他擺側一點的時間 其實我已經可以看得到 是 頭髮就不用轉了 頭髮就不用轉了 只要令結他 向前一點的時間 就已經可以看得到自己 是 嘩 這個真的要練 習慣了 身動就可以了 不用練 身動就可以了 身動動就可以了 挺簡單的 我明白就可以了 直播室還有一個人未明白 但是你寫不是你的形狀這首歌的時候 應該不是用木結他來寫 就是你寫的 是用木結他 木結他 電結他意思 之後才學 未開始用電結他 但是最初想這個melody的時間 是什麼環境底 或者想著什麼來寫到這首歌 其實一開始我寫不到這首歌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 好吧我轉一下方法 為什麼寫不到 為什麼寫不到 我寫不發生什麼事 不滿意 不滿意 怎麼寫不到 那支筆 沒有辦法就寫不到了 寫的都聽了 但是一般的 差一點 對 就覺得好像不是 後來我轉了方法 我第一次這樣寫過 我還用英文來想 就是用英文來想的歌詞 對 譬如哭 突然說一句話 對 連著英文歌詞一起寫的melody OK 用這個方法之後 很順暢很快就寫了整個chorus 那時候原裝的那個 你寫demo的時候 是什麼歌詞 是什麼歌詞 我還記得 因為我想有個情緒 那首歌 我的英文的demo歌詞就是 I love you I hate you 這樣 然後 I miss you 很直白 I Mu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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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是有些情緒的意思 有些情緒的歌詞 可能會帶動了groove 對 對 更容易寫這個melody 對 因為英文字好像比較容易適合音 對 你無論如何把字都塞進去 你就不會被歌詞卡住了你的melody的創造 對 但英文詞就好像很正面 I love you I hate you I love you I hate you 她只有一句還沒說 她說不出給你聽 好 第三句 I miss you I miss you I love you 廣東話詞 完全感覺是很令人無管動 我自己覺得有些悲悲的感覺 我覺得是一個很矛盾的感覺 即是寫的時候 因為故事的設定就是 其實我很喜歡那個男生 但那個男生不喜歡我的形狀 所以我就為他而改變 但原來我改變完之後 他也是不喜歡我的 噢 所以就是有一種苦劫在一邊 咦 自己有沒有遇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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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為了我而改變 我也是不喜歡他 你如果遇上愛情的難題 或者這件事情的時間 你所採取的態度就是 我想我很快就會 再見 我會決定做回自己 是 你覺得自己可以這麼清醒嗎 很難啊 要一些時間的 不過我覺得最終都會這樣決定 因為我覺得我會 可能加一段時間 我就會發現 你都好像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迷失了自我 對 因為如果你所有事情都只是為對方做 或者為對方想 你就會開始忘記自己是怎樣 全部遷就對方 沒有自己本身 你明白嗎 每天跟他相處的時間 就是我要扮演一個 他喜愛的一個模樣 一個形狀 對吧 或者有一天我突然間忘記了 劇本 或者忘記了要裝作這個形狀的時間 他又對我表示不滿了一點點 所以你不會這樣做的 你還是堅持自己獨有的性格 我這樣就是這樣了 對 請問你的形狀是什麼 就是你覺得 我覺得 你為什麼形容自己的形狀 就是有些人說 我這個形狀很圓滑 我沒有角的 有些人會有機會是這樣的 有些人說 不是 我是三角的 有些人說 不是 我是六邊形 你怎麼形容 你的形狀是什麼 性格 我覺得 我覺得是不規則形狀 就是你猜不到的 是啊 就是不會對稱的 對稱 很漂亮的 對稱 他說不規則 就是不會是mirror image 是啊 就是不會是mirror image 你明白我說什麼 我明白 我明白 你怎麼想都可以 我常常想那些東西 好嗎 我正經在說這些東西 我講性格 因為有時候我們去分析一個人的時間 或者有時候分析一些問題的時間 可能這個是情緒 那個是冷靜 就是有不同的類型 是啊 那你自己是不是比較情緒化 或者是飄忽一點 我不情緒化 不過是有些飄忽的 是 我是很典型的白羊座 所以會比較三分鐘熱度 還有 很跳 不過 而且 不規則就是 很快就喜歡一件事 沉迷 很快就不喜歡 又到下一件事 是不是 三分鐘熱度 會啊 會的 會偏向是這樣的 像這款 是啊 但是我很喜歡試很多新的東西 我覺得不規則就是 你沒想到我下一期會喜歡什麼 就是這次POPROCK 就是新的一個高峰嘗試 是 下次可能你見到超和她唱 男音都還沒頂 你明白嗎 都可能會 那真的很厲害 是男音 如果你覺得自己在愛情當中 你形容一下自己 你是一個怎樣的女朋友 嗯 我是一個怎樣的女朋友 什麼形狀的女朋友 很難搞的女朋友 很難搞啊 對 他三分鐘熱度 很難服侍 你以為男生投其所好 他是喜歡那件事 配你結他 我不要讓你猜到 下次他可能未必是這樣的 下次又變成性風 是不是 是這樣的 有點像 是不是會這樣的 但是你想想那個男生 剛剛好買了一支 買了一支鍵 買了一支鍵 我陪你一起彈 不是啊 我要買一支鍵 已經定爛了 在台上 已經在台上 變得好 所以曲風方面 其實在超和音樂上 都是否採用這個方式呢 我鼓勵不了 下次派台一首歌 可能大家不會期待 之中的POPROCK 再出現 是不是這樣 我們今年 就不會這麼猜不到 因為我今年 我繼續跟陳夏威 一起去做今年所有的歌 是嗎 一歌定情 是 很合適 不如我們繼續做下去 也是 我覺得是很合拍的 合拍在哪方面 合拍在哪方面 首先我覺得他 推薦了POPROCK給我 已經是非常之 令我很開心 我剛剛所說的那種 合作得很開心 就是他很快就可以了解到我 是 特性 然後還可以提供到我 玩一件 原來我自己都很享受的東西 嗯 因為以往呢 就是以往寫歌 我都會有一些 其實好像 不知飄去哪裡的感覺 就是這樣 因為我本身的人 就是很跳 所以其實我整天寫歌的時候 我就會 啊 我現在開始 下手寫了 我的心就是在想A曲風 R&B 類似 R&B 然後寫了一半 就會 但我又覺得 例如是甚麼呢 嗯 嗯 我又覺得 我VLOCK的東西好像很棒 那我就寫了一半 就會 不如我試一下VLOCK的東西 所以我永遠 那些DEMO 就是不會完整的寫 有一些是有VORSE 有些有CHORUS 有些人只有C段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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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這次呢 就有了一個人 他幫我定了一個調子之後 那我就跟著來做 OK 嗯 要有一個方向啊 是啊 就是今年你也聽你說 你想出一張Digital的意義 是啊 現在很大壓力啊 我寫歌了 這個假期 嗯 但是都是向著你剛才說的 pop rock這個方向 去再發掘多一點的 是啊 那這次是不是都是I love you I love you 上次用了 然後用回剩下的那些 這次是You hate me You love me 那我反轉 第二個角度 對 第二個控訴的形式 這次是你 賦予我情感 不是我賦予你情感 哇 好厲害 那就是說 以後這支吉他就會伴隨著超同 是嗎 是啊 今年都會不停在那裡 是嗎 是啊 會啊 不要摘起頭了 好啊 漏長一點 是嗎 今天是不是買了自己 第一支電吉他 我是未買的 我現在那支是很好的 我的吉他老師非常好 借了給我用 是啊 是啊 你會對於電吉他有什麼要求呢 顏色要漂亮 其實我也有特意去問那些 玩電吉他的朋友 我問他 其實你怎樣選擇電吉他 就是你的 看一下你預算是多少 是啊 預算當然是 所以我問他 你是會跟聲質 還是怎樣 牌子 怎樣選擇 然後他回答了一個很好的答案 他說 其實電吉他也是用來襯衣 哇 是啊 真的 不斜藥 是 其實基本上 那個 那個 那個電吉他的聲 其實都是 是 在你的腳踏裡面 是 是 入了一個amplifier 是 你自己控制 是啊 所以其實最重要就是 夠型 選個外型 夠漂亮的顏色 是嗎 和要適合尺寸 是 沒理由電吉他大過你的 對不對 超同 很容易大過你的 是啊 你試試放在熱水裡面 會縮小 什麼鬼 哈哈 不是啊 懶縮熱象 是啊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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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凍他 雪凍他 縮起來 好開心啊 今天 不善你的形狀 就是超同最近作曲田治 和陳鶴威一起合作的這首作品 關於這首歌 我們好像還有很多事情還沒聊 MV還沒聊 MV還沒聊 好 有時間待會回來 一圈圈圈 繼續勸眾超同 一圈圈 和你勸眾生活娛樂大小事 直到Like Share Comment 再在YouTube按下小鈴鐺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 按下 格子 油 會 有